《斗转轻移》 岁月更迭 在历史的进程中 庆俄省的地名和位置发生了多次改变 太康、平康、平和 在这里有大堤之母湿湿淡淡的包容和保护 有大海之父生生不息的赐予和恩典 配天地之精华、明海洋之慧赠 造就了祖国的无价之宝、燕窝 使乃天地之珍宝、人间之灵耀 这一切都归功于燕窝行业的祖先 黎文达提君 成朝年代 生于1328年 黎文光安抚史 生于1719年 还有统治越南中部古代的燕窝岛屿的黎氏玄璨圣母 生于1753年 虽然历史久远 但它已经生生地烙音在当地居民的脑海中 代代相传 当清城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地面 是青鹅省海岛上的渔船满载而归的时候 也是不知疲倦的鸟儿 金丝燕开始新一天旅程的时候 妙儿展翅、海天疗祸 从一个敢于做时代梦的孩子 到一个勇敢热诚的年轻姑娘 再到一个以不断创新为座右铭的成功企业主 这些一个敢想、敢做、敢创新的故事 它是将青鹅省岛上的古老燕窝 此物华天堡带入社区房子里的第一人 因此创造了一个新职业 吸引金丝燕入屋 怀着对远方的岛屿 幽生的丛林与金丝燕 争执无比又勇敢和智慧的爱 潘氏雪梅女士将传统、职业与现代方式相结合 穿造和发展了极趣家向特色的芽妆燕窝屋的品牌 从在芽妆建造鸟舍的第一天起 经历过曲度挫折 彼时芽妆燕窝屋有限责任公司 怀着对产品的热情、热爱和渴望 传承了传统知识和经验 与4.0时代的技术力量相结合 20多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至今我们已经成功地在越南建立了12个燕窝屋 两个燕窝浴加工工厂、一个食品加工厂和广泛的分校系统等等 荣获多个奖项、享有声誉 我们怀着伟大的理想 为全社会提供健康长途走向世界 压妆燕窝屋 穿造出许多真正品质的产品 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从而与客户建立深厚的联系 成为值得信任的伙伴 压妆燕窝屋致力于为燕窝食品行业的整体发展 做出贡献,坚持贯彻,成为照顾社区健康的最佳搬旅的原则 凭借强大的地位,亚装燕窝屋还赢得了国内和国际合作伙伴与消费者的信任和尊重 庆俄省作为一个黄金基地,打造强大的贸易桥梁 让芽庄燕窝窝的每一款产品更贴近,更有效地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接触 伴随者已有的成就 在郑翅高飞的征途上,芽庄燕窝屋意识到对社区、对社会的责任 始终伴随着芽庄燕窝屋的个人以及集体的发展 让我们把你的生活专点成衣服色彩缤纷的图画 让时间在满满的幸福中流逝 芽庄燕窝 为越南人保持健康的承诺 芽庄燕窝